电车初体验之理想同学 这算是我接触的第一台电车 之前也有做过 但长期驾驶还从没有过 有幸因为公司需求 购入了一台理想L9 这期视频浅谈一下 一个电车小白是怎么看待电车的 外观就不过多介绍了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我同事说好看 但我感觉是真的超 内饰的配色跟布局确实还可以 但这并不是亮点 只要舍得下本下功夫 随便一台车也能设计成这样 这台车给我最多的感受 就是傻瓜式操作 特别适合有娃的家庭 因为它太职能了 不用自己点会儿吸会儿 全都是感应式自动启动 再有就是这个语音控制 之前也有博主说过 语音控制很方便 你只要像这样 亮同学温度18度 风速调大点 主架空调温度和前排空调风量 都帮你调好了 告诉他你的需求 一切就都设置好了 更或者像这样 亮同学太动脚了 温度已经调到最高 方向改成吹脚了 他还能去理解 你话里的意思进行准确的操作 当然并不完全好用 比如当我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 他竟然拒绝了我 给我放一个擦边视频 好吗 总之这个语音控制很方便 当你正在寻找空调面板 调节温度风量的时候 电车却只需要一句话而已 当你还在为了孩子 多多而烦恼 电车也只需要一句话 就能打开后排娱乐 带娃是真的很方便 但是日常代步确实不怎么样 首先就是尺寸太大 六座车车想想爱也不现实 再有就是真用这台车代步的话 很多功能作为司机都是用不上的 比如上面说到的后排娱乐 还有副驾驶的娱乐品 不过这车开起来还可以 就像我之前说过的 电车本身重心就低 悬挂只要堆了到位 调教稍微好一点就不会难开 所以好开也属于正常 现在我要开始说缺点了 续航是个很大的问题 续航解决不了 就注定它成不了一个家庭的主力 虽然这台L9是正常事 但亏电专的下的油耗和动力 都不太乐观 再有就是保值率 电车保值率低 是有目共睹的事 所以即使电车再优秀 功能再全面 解决不了以上问题 它终归只是有钱人的消费人而已 不过凡事都要客观看 有缺点就有优点 不能因为它是国产车 就带有色眼镜去看的 英语都已经变成副课了 不是吗 我是急速车士 刷新观众过去 你想看什么车